全手工DIY 大家好,我是阿姨 大家都知道,我這陣子都要看一看 今天要做什麼呢? 我們自己要來裝潢 全手工DIY來做一面牆 然後我們從頭做到尾 做給大家看,如何用 真正的純手工 主傳,一個私傳的 一個手藝 那我們要做這一面牆,做一個客廳的隔間 那這一面牆,我們第一個要考慮的是什麼 是門 門的位置我們決定要放在這一邊 往這邊開 所以我們要坐在這邊,我們會從這邊做起 那我們從頭開始做 一邊看吧 那一般我們在做這個 牆面的這個釘的時候 我會留這樣綠久這樣,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我們上面這一支啊 就可以撐在上面,所以不是這樣子釘 這樣子釘的話,上面沒地方可以釘的 那這樣子它可以掛在上面 因為我沒有用槌子齁 一般要用槌子捶下來 因為我的槌子沒有線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 我們用這個 來抓它的水瓶 這樣就水瓶了 只要抓到水瓶就好了 真正的純手工 師傅級的才有辦法一次搞定 快出來了 槌子 從這裡 以前的沒有槌子 用範圍 用這個的 很像 或是他們有進去 不然有進去 那種濕窗的地方 不然你是手放完冰箱 一定要掂在這個縫 你掂在這個遥 已經會破掉了 所以掂在這個縫 那一個地址就變兩址 保證你的磁磚都沒事 如果你釘在磁磚上面會破破 保證你的磁磚都是好 以後要撬掉也不會有事 那我們現在這一隻呢 最主要是做門框 這個也要先起來 這個門道 門道道就是像這樣 這個就用這個門道起來 這裡會再做出來 因為這裡面起來不是很平 所以我們必須要這樣子做 把它稍微往這邊塑一點點 然後再做一個卡片 這個也是很平均 然後再做一個卡片 然後再做一個卡片 就這樣做到一個卡片 然後再做一個卡片 然後再做一個卡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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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需要幫我拿著這塊木板幫我頂著 那這邊是不是抓平的 這裡跟它平伸出來 然後我把它盯著 這裡是不是跟它是平的 那來,下面給我一支盯著 好,那它所有的寬度是不是都一樣 都是一樣的 那我剛剛前面是不是不夠平,來 教各位,來 這樣子,頂著它,鼻這樣子 看清楚了喔 這個叫做功夫 功夫,Chinese功夫 這樣子,來 下來 這樣大家有沒有看到線 好,這等條線就有看到了 對不對 然後 那這個就是跟著我們剛剛所謂的牆壁走 牆壁的線 等起,就要發生了 見證奇蹟的時刻 各位有沒有看到,來 從頭拍到尾 有沒有哪裡不平的 見證奇蹟的時刻 通通通都不用在那裡用刀子 用的靠在那裡修 誰跟你在那裡修 我們這一片牆 就可以保證它是跟牆壁是完全的密 一下子的時間而已 又不是很很久 所以這就是以前 以前所謂的老師傅 留下來 完成下來 那我們今天所做的這個木工的工程 大概就是 差不多是 已經接近完工的狀態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做 我所謂的是木工 這個影片是木工的 那這個門 門道也做好了 然後整面牆 都是好了 然後現在我們最主要是什麼 批圖 批完圖之後就油漆 這樣就結束了 這就跟一般的做法一樣 然後我們這個做起來是非常非常無故的 然後純手工介紹所謂 純手工怎麼去做一片 所謂的牆 跟隔肩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按照我的影片下去做看看 然後 感謝各位 掰掰 全手工DIY來做一片牆 然後我們從頭做到尾 那做給大家看 如何用真正的純手工 祖傳 一個失傳的一個手藝 來做給大家看 誰做啊 走 蛤? 沒問題 你們こう injustice 沒問題 或 regime 這個凡姿 大家是說 慢慢地 走 來 之後 你可不可以